任何一种互动关系的结果 都是双方配合的 女生你配合了她 你迎合了她 所以才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你们俩的亲密关系里面 缺少了一个东西 这个叫尊重 你没有尊重她 女生没有尊重自己 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没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彼此尊重 人家今天说 我就不想跟你谈了 那你就应该说 对不起我没有给你好的爱情 或者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你觉得我不好 肯定还有其他的姑娘觉得我好 生活就是这样 你得多思考你明白吗 明白 你不能老是一愣脖子 你就上了 这不行 好了 那就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我听了老子说的话 我都觉得有点对 对你造成伤害 其实我这么说 我是因为那个 那个喜欢你 在乎你 所以我这么去做 但是我觉得咱俩就是相处一年多了吧 感情还是有的 但是你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应该是开心的 如果像咱俩 就是总吵架 而且你总共挂着我 一点自由 隐私都没有 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是要 那我不是在乎你吗 对不 你在乎我 但是你的爱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我有点自由都没有 我不想要承担 因为我在乎我 是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金云的网友提问 我老公脾气大 以前跟我动过手 后来我们分居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自己做小买卖 收入呢不错 老公再也不敢对我发脾气 但他还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没什么转变 我考虑过离婚 但孩子才刚上学 我的婚应该怎么办 轻软怕硬的男人 其实是不值得相伴 气软是因为不厚道 怕硬是因为太无能 而且还没有家庭责任 你说这样的男人 你留他干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孩子考虑 更不应该让他生活在一个 貌合神离 假装和谐的家庭环境